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根据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刚发表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全球工位危机爆发后 已跌至谷底的小企业信心在本月初稍有回升 加拿大小企业信心指数由上月份30.8点 创纪录低位微升近7点 联盟发言人表示 本月初所见的小企业信心轻微反弹 表明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措施 已经产生了一定效果 但加国小企业远未恢复正常营业状况 在加拿大各行各业拥有11万名中小企业会员的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 日前发表反映加国小商企信心状况的 商业前预表指数最新数据 全球工伪危机在本国爆发后 该指数上月急剧降至30.8点历史新低位 但踏入本月后 该指数却出现轻微反弹 回升6.9点至37.7点 联盟的商业前预表指数数值范围由0至100点 数值50点为胜衰分界 数值50点以上代表看好来年生意会更好的小商企业主数目 大于此相反看法的 数值65至70点通常显示 经济正发挥其潜力呈现增长 绝大部分老板预料来年营业表现会更强劲 联盟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麦德特指出 资本月初以来所进到的商界信息小幅反弹 反映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措施 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加国小企业远未恢复正常经营状况 麦特勒又表示 与两周前进行的一次会员调查结果相比 现在就有更多小企业东主打算在未来三个月内裁员 联盟最新会员调查路德 本月初想商企员工招聘进职在线复双位数 仅有5%雇主 计划他们在未来三个月会增聘全职员工 多达63%雇主 却打算短期内减省全职雇员人手 与上月比较 友谊在短期内裁员的雇主增多了13% 在未来一年内货品货服务价格升幅 员工薪酬增幅及资本支出预料均会继续下跌 以加国10省分析 魁北克省小生起信心仍是全国最低 但其信心指数本月初则微升8.7点达到24.4点 加拿大的六大银行现在因向客户收取 延期抵押贷款的额外利息而遭到批评 在联邦财政部长莫奈要求他们 未因公位危机而遭受财务苦难的人 推迟最多6个月的抵押贷款之后 所有六家大银行都实施了类似的计划 根据这些政策 抵押贷款可以最多延迟6个月 但是这些支付的利息将会被加回到未偿还余额中 从而导致客户在支付先有利息之外的利息 并增加了借贷的总成本 目前加拿大人欠下的抵押贷款债务超过1.6万亿加元 约占所有家庭债务的65% 根据加拿大银行联会CBA的统计 有60万加拿大人已向银行申请延期抵押货跳过付款 而随着新数据显示上个月有100万加拿大人失业 申请者的数字预计还会增长 维权团体民主监察创办者之一的柯纳彻表示 银行仅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 联邦政府应要求他们采取更多措施 他指出 加拿大六大银行去年供获利460亿加元 这是他们的利润连续第10年增长 克纳彻说 银行不仅不应该收取抵押贷款利息之外的利息 而且现在该是他们放弃一些惊人的利润 并暂时完全免除抵押贷款的时候了 当被问及是否有这种可能性时 加拿大银行联会CBA发言人Matthew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写道 延期付款可以立即减轻人们的负担 并可以缓解公位危机对加拿大经济的突然影响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已呼吁银行在这特殊期间提供更多的经济救济 他说他的政府一直在与银行进行讨论 同时信贷咨询协会主席Scott Hanna计算得出 推迟付款可能会使人们偿还抵押贷款所需的时间增加6个月到1年 他建议只有在所有紧急资金和政府计划用尽后 加拿大人才应该申请延期抵押贷款 联邦统计局9日公布的数字显示 3月份有超过100万加拿大人失业 失业率急升从今年2月份的5.6%攀升至7.8%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尽管普通加拿大人平均又有可供进三个月花销的积蓄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高达31%的人并没有什么存款 因此一旦失业如果不申请政府的雇佣保险EI 或者政府紧急救济金 他们就无钱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的账单 据哥欧波news独家委托民调公司伊普索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世卫组织宣布大流行只有一个月时间 就有60%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 他们担心自己支付账单的能力 如果具体到55岁以下的人群 这种担忧就上升了10个百分点 有70%的人担心难以支付日常生活开支的账单 调查发现55岁以下的加拿大人中 一旦因工位危机而失去工作 如果不申减EI或者政府紧急救济金 就有超过30%的人只能支付一周 甚至不到一周的生活开销 比如房租及食品等 尽管接受调查的人中有12%表示 如果没有新的收入 他们可以生活一年 但高达78%的人表示 如果失业 他们手里所有的钱最多只能支撑三个月 甚至更短时间 有经济学家和理财师 为遭遇失业生活有困难的人士提出建议 如果合乎资格 应该考虑申请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救助金 认真进行财务规划 不要围绕信贷额度做出所有财务决定 因为您不知道银行是否 以及何时会收回相关决定 为了减少在失业时开始累积的利息支出 理财师建议最好将贷款合并为一笔 同样为了减少利息支出 请避免将所有费用都花在信用卡上 如果可能的话 及时支付信用卡欠账 密切关注您的信用评分 在获得贷款人许可的情况下 推迟偿还按揭或其他付款 留意别让它影响到您的信用评分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 正在加拿大生产并已冤枉美国及欧洲使用的快速新型测试剂 仍然未准备就绪 不能在加国使用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报道指出 即使美国 英国及欧洲已批准该测试剂的使用 但加国政府仍未批准该支由安省万锦市BTNX生产的测试剂 BTNX财务总监Michael Petery表示 加拿大卫生部向该公司表示 在制定国家策略前 该测试剂仍在审查阶段 Pietery表示 对政府的答案感到十分失望 因该公司已成功获得紧急程序 向美国出售成千上万测试剂 该公司的行政总裁Santrani则表示 在英国的姐妹公司也在当地出售数百万个测试剂 尽管加拿大的医学实验室一直透过B棉签进行检测 但等待检测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且没法进行可快速诊断的血液检测 这种快速检测仅使用手指上的一滴血 便可在15分钟内检测到人体内是否有抗体 而且每次的检测成本仅为10元 即使没法像B棉签一样 可以在患者早期阶段检测是否有新冠制度 但快速血液检测 可以有效地诊断出症状出现后5至7天的患者 而且可确定哪些人对新冠制度免疫 温哥华眼科医生兼眼科整形外科医生 Jean Caracters表示 德国及南韩等多个国家已经使用快速血液检测 来确定谁可以安全地回到前线工作 不导致大量工人停工 多伦多Humber River医院传染病专家兼医疗主任 Michael Gardner也表示 这会令我们摆脱大锤 我们可以对正在采取那种措施更具有选择性 加拿大卫生部则表示 正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该组织目前不建议将血清血检测 用作新冠临床诊断 Peter Wey表示 已经看到世界各地其他卫生机构 能做出快速决定 希望加国政府也加快做出明确的决定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